我觉得我有必要直接做一集节目 去回应一位朋友的留言 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我想大致上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事完今天我上传了一条片 那条片就是《巨英国》里面的其中一集 书里面就讲到一个话题 也是作者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一个观点 就是孝顺 其实如果你看过《巨英国》一本书 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你 他本身就很反对孝顺这种文化 但后来他发现原来孝顺只不过是表象 巨英这种心理状态才是根源 所以他自己慢慢就释怀了这件事 也都对孝顺这一件事 有了全身的理解 也都没那么厌惑 但我看不过眼的地方就是 这本这么好的书 在中国大陆是禁书来的 而当我现在在演绎这本书的时候 有多少人过来攻击这本书 说这本书禁得好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讲的什么 什么叫做禁得好 可以写得出这些留言的人 是不是有病 你甚至乎连这本书你都没看过 你一个字都没阅读过 你只是看他的标题 看他说的东西 你就说他禁得好 你和当年在赛事口那里 拿一些臭鸡蛋 去扔冒出六君子 去骂抽筋的人 你有什么分别 作者写一本书出来 想着去疗愈国人 想着令到所有人都能够 正视自己的内心里面的问题 正视这种文化根源的问题 但竟然成为了一本禁书 所以鸡丁说这篇文章的内容 对成年人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作者 他能够可以把一件事 看得那么深入 看得那么透切 将人性解释得那么完整 我们是欠他一个掌声的 我们是欠他一个人情的 但是这帮人不单止不领情 反而还用臭鸡蛋 烂菜叶去扔他 这一点我是不可以忍受的 我生的并不是因为这个朋友叫我去看 精神科医生 我是生你连听都没听 看都没看 你就去否定这个作者所写的东西 这位网友他是这样说的 你所提及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有必要扩大来宣传吗 似乎你有不愉快的童年 我提议你去看精神科医生 或者去找一个心理辅导员 希望你能够走出原生家庭 为你带来的某些不愉快的经历 我更加想说的是 我们作为父母或者子女 不可能永远都完美的 我们可以从其他人的行为 包括我们的父母身上 提醒自己将来 要怎样成为一个好的长辈 以上是这位朋友的留言 我现在尽可能理性 冷静地回应你的这一段说话 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忍不住说出一句粗口骂他 但我知道那是我不对 我们之前刚刚在另外一本书才说过 只要你出言不信 其实你就已经错了 所以我收回这句说话 并且为我之前的不冷静而道歉 但我同样要反驳这位网友 首先我自己生活在一个 相对地算是幸福的家庭里面 我爹地妈妈算是这样的 虽然家里不是有钱 但是将我当成是金波罗 在我人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决定里面 他都是给我自己去选择的 就算我陷入低潮的时候 我欠人收身债的时候 都是他们帮忙救了我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去怨恨他们 所以你的第一个论点 说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 才对这些家庭有这样的偏见 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 第二在我的频道里面 我一共做了19集的节目 去讲原生家庭 我亦都跟大家分享过 几本关于原生家庭的书 所以究竟原生家庭 对一个人 对一个小朋友 他会有什么伤害 我想我是清楚的 我并不是不理解的 你的观点有一部分我是同意的 无论你的童年 是不是有什么苦难也好 我们都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 疗愈自己的原生家庭 这点我是同意的 亦都是我一直以来的主张 但你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首先跟你理清几个问题 第一 我之所以同意作者的观点 并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幸 反而是因为我的家庭幸福 我家庭幸福 不代表我能够对他人的苦难事而不见 正正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算是幸福 所以我才希望 社会上面其他的人都能够拥有幸福 所以我才会常常去讲这些这样的议题 而你就将这件事歪曲成为 是我的一种情绪法事 第二 本集的内容 它绝对不是特例 它的而且确就是很多家庭的缩影 你单单去看一下讨论区那里 有多少的朋友仔 他自己亲属他自己的经历 你就能够明白 这件事是有多么普遍 而你就捉住作者举了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否定了他的立论 是不是 因为这个例子是特例 那所有的事情就不存在了 所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绝对同意每个家庭都需要疗愈自己的原生家庭 但是疗愈原生家庭并不是美化孝顺这种文化的藉口 按照你的论点 你说 你更想讲的是 我们作为父母或者子女 没有可能永远完美 我们可以从其他人的行为 包括父母身上提醒自己将来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长辈 这句话我不认同 为什么 第一不是之父母它并不是一块会令到你变得更好的镜 它不会是你的榜样 而是毒药 孝顺它本身就是一种奴役文化 我看不出在这些奴役的文化里面有任何文明的部分 所以我想提醒你注意 有时我们不可以美化我们的祖先 祖先是什么 所谓的祖先 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比我们更早出生的人渣 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 学习一个榜样 不一定要在自己的祖先室上学习 我们可以在书本里面学习 可以在其他值得你学习的祖先身上学习 可以在其他的父母身上学习 更不论如果你的祖先本来就是个人渣 那你根本就不应该在他身上学任何的东西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书本 和更加好的父母身上 学会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 绝对不需要在一个有缺陷的父母身上 通过去承受这些不必要的苦难的方式 而去学会这一样东西 我一直都反对 天相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 怒其筋骨 苦其心事 如果在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真的遇到苦难 那我会臣服于苦难 我会感谢我遇到的苦难 但如果你的人生里面 根本就不需要承受这些苦难 那你就不需要拿苦离身 拿苦离身就是什么 就是愚蠢 所以你说 你要在这些不适的父母身上 学会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父母 这个论点是诡辩 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你的这个说法 断绝了我们在其他任何的人身上 学到优秀的品格的可能性 我介绍你看两本书 一本叫做父母的觉醒 一本叫做父母的觉醒2 这本书就是教你怎样去做一个父母 做父母是需要考牌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父母 接着来我跟你讲一下 孝信和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亲子关系里面包含着两个部分 第一是父母对小朋友无条件的爱 第二个部分是对小朋友的管教 而我们反观孝信的文化 他所强调的 并不是亲子关系里面的父母无条件的爱 他更加侧重的是子女的服从和付出 甚至乎是要小朋友绝对服从 或者用情绪勒索的方式 去令到对方服从 这些就不是爱 是思恶 通过这种子女的绝对服从 达成这个家庭表面上的和谐的景象 你以为这些是家庭和睦 是家庭幸福 是扶持指效吗 不要自欺欺人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虚偽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够蒙混过关的 不是说 打和 这样就可以过去 那些不合时宜 落后 垃圾的文化就应该要捨弃 家庭教育 要用无条件的爱 去取代孝信 每一次当我提出孝信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人出征 就会有人在大闹 每一次我都没有反驳 但今次我必须要反驳你 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 一切都岁月正好 什么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不是父母 不是这个社会 不是孝顺这种文化 没有人有问题 有问题的都是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有问题的都是那些理性思考 和质疑的人 孝顺这两个字就好像老虎的屁股一样 摸一下都不行 如果你抱持着这样的思想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谈 一就一 二就二 我最不喜欢就是那些粉色太平的人 和那些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 还有我想提醒你 我只不过是在读着 演绎着一本书的内容 我甚至乎不是作者本人 而你竟然叫我去看精神科医生 我觉得你纯粹是因为 看到标题就进来发表你的慰论 但有一点你是做得很对的 你反对我也都很对 因为作者的观点 正正就是我的观点 所以你反对作者的观点 同样也是反对我的观点 对于你反对我观点这件事 我尊重你 这个是你表达的自由 但我不可以让你这段说话粉色太平 我不去复你comment 不代表我认同你的说法 我今天复你的comment 就是告诉你我的态度是什么 不要用身心灵来绑架我 不要跟我说身心灵的人 不应该和别人争拗 我当然会用身心灵的角度去看待争拗这件事 不同观点的这件事 但现在我是用普世价值跟你讨论问题 所以拜托你不要用身心灵去困住我 我甚至乎可以说得更加直白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自己是一个身心灵界别的人 我由始至终我都是一个用理性来思考的人 所以还有谁想反对这个观点 欢迎你comment留言 如果你可以令我信服的 那我就改变我的观点 如果你没办法说服到我 那就请你自重 我的语气是愤怒的 但我的内心是平静的 我由始至终都是想跟你这帮人讲道理而已 但如果你不想跟我讲道理 fine 那就请你离开 希望我今天的情绪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如果真的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我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这段说话真是不肚不快 我不可以不反驳这位仁兄 因为我实在看不过眼 这些这样的说辞 我这一世人最恨就是人粉色太平和虚伪 讲完